好顺盆 每人学一点呗 这个它是有算搭条的搭边的那个 就是这个造型 这边搭一块 这边搭一块 四边的嘛 这就多了 好顺盆 这样搭都过不了 时间过不了 但是它也不会算是 搭个比较小 就是说 像那个A料的话 B料的话就不一样 B料搭的是很湿的 它为什么搭边 就在家里一起玩那个 玩那个 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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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弄好 就帮你做的 鱲 小瓶 我中餐考过来 我有中餐证书员 就跟那个罗老师考虑 就我们本校的考虑 一天都没学 一天没学 那时候考试抽到什么 他就教你 那时候考试比较松 不是 他说考试比较松 就是冷盘切配是肯定要有的 就每个人必须要有个切配 要做个冷盘出来 倒空也有这样 还有热菜也有的 汤也有的 还有一个整鱼 绿皮分段也有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是做好带过去的 弄两份 哈哈哈 没人在现场 有 都是真正的品质点 那时候打点可以了 现在你打不到点 不管怎么样 你给点钱 现在你打点很难得 要扣自己 哈哈 现在要先打开 你打了 你打到小会 你打了 有什么 我打了 你提了 你打了 我这个多浓 是不是 跑不掉的 所以说 如果安装那个方子的话 那就是它打的是液体的 它想打这么干 打不了 所以它打个围子 它才留掉 这个都方便 是吧 烤这一小时间 那等一下我打边打烤 切的 刚刚弄的时候不用扎 呃你扎这也行啊 我不是忙的吗 你去哪扎吧 你香的来吧 我现在我再加个 是不是可以做上两层呢 两层上一层 再上来再大一层 这大条啊 不大条啊 就把这个烤两块儿 然后像做的那个 加成饼干一样 嗯 在家里爱什么刀 都不 哈哈哈哈 这如果说我做用两层的话 那时间上师傅也要加 但是我们要先把烤鞋弄 那不一层不好做 非常来表面 上面有压力 这种会 塌 对吧 对 挤压出来的 对 对 这太清楚 嗯 对 但清晰烤鞋就塌 刷刷了 稍微 放一层面行吗 它总会有一定的重量 嗯 打条到 行 行 行 那我今天上一种可以那种不会那个什么不会压缩的那种线 许白许白 牛拉肠 这张好你们做过了 没有没有 好多人家里 想学会想学 想学打钱哈 嗯 我应该也做了 然后又会给你加餐哈 嗯 好 这可应会了 过年时候哎 做的牛串堂堂送到人家里 好 简单 有个吃个东西还想坐门啊 我都送人的现在 自己家吃 牛串堂他们过年时候都是都是 狠狠的坐 对 带风口的 对 一个个带 这年时候我跟你说肯定是自己做的 最受欢迎 这是跟我哪天有空头啊 但是东西你们要自己买 啥样子呢 过来了啊 要用什么材料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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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不是牛奶做的吗 没有 你想错了 炸你知道什么是炸刀的炸你知道吗 就是很硬的把它炸成一块一块的 哈哈哈 你跟我来一个一样的哈哈哈 它是防油 然后 你和那个叫什么 什么 什么 棉花糖 炒 炒完以后 花生人往里 一半 买现成的棉花糖 再放棉花糖 好 好 把 摆完 弄完以后立马的 把它放在台子上 一百八的 一百八的 赶成 你要有多不赶得货吗 比如说我这么会就赶得货 赶成 好